一年一度的日月潭国际万人勇渡活动呢 在今天上午举行 总共有两万五千多人参加 不过呢就在活动结束之后 主办单位发现了一具舞主的符筒 一度以为有勇客失踪 不过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 六点四十第一批勇客在招屋码头下水 有音法族组团参加 也有全家一起游 而这群身心障碍的勇客 挑战三千公尺勇渡日月潭的勇气 更是鼓舞了所有人 会不会觉得特别兴趣 还好 还从小就开始 小三 所以你今天有信心可以游玩 对啊 还有一家大小一起来勇渡 从国小就开始挑战日月潭 他们可都是各种好手 一直来吗 来自幼师 他们从国小就开始来 来自中国大陆的勇客 挑战横渡日月潭 让他们很兴奋 就是人太多有些扫兴 这一生没白来吧 就是人一多我有点那个啥 慢慢慢慢回不去了 可以了可以了 而这位六十岁的先生 已经第十三次勇渡日月潭 他说自己还要再游十年 今年是第十三次参加日月潭成友 怎么样 非常爽 也有人体力不济 上岸后脚抽筋 救护人员马上上前协助 上午的勇渡活动 也出现少族人抗议日月潭 把祖先的土地BOT的场面 举办到第三十一届的永渡日月潭活动 人数控制在两万五千人 原本以为圆满落幕 不过就在活动结束后 发现一具无主的符统 一度以为游泳客失踪 主办单位确认后发现虚惊一场 这场永渡日月潭活动 总计一百五十八人受伤 除了一位局部失温 一位撞上浮标 其他都是皮肉伤 救治后均无大碍 记者南投报道